难以想象,77岁的卡米拉王后,身着皇家蓝色礼服出现在英国皇家空军利明基地,一时之间,仿佛它变成了皇室的亮点。 是的,光彩夺目的确是个准确的形容词,如果你忽略背后的虚伪和表面功夫。 当然,它不是在乎什么军事训练和高科技反无人机系统,它只是享受被照亮的每个瞬间,给人们留下它依旧是王室不可或缺的幻觉。 这次访问被安排得井井有条,似乎每个环节都是为了展示卡米拉的勤勉和奉献,其实,她的每次亮相更多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,带有一点荒谬的悲壮感。 这位名义上的荣誉空军准将,似乎并没有实质贡献,她只是在镜头前挥手微笑,和穿着制服的军人交谈几句,让人们以为她在关心国防和军人的福祉。 但谁真正相信她对这些技术细节有任何理解,那些反无人机系统对于她来说可能和她的蓝色连衣裙一样陌生,只不过后者至少在她的衣橱里是熟悉的战友,接下来的健康区访问更是滑稽,和军人一起享受健康区。 仿佛这是她平时的日常生活,而不是一场充满摆拍和冷笑的活动,她的笑容温暖而亲切,至少在镜头面前是这样,但很难想象,她是否真的关心这些在一线默默奉献的军人,也许她心里更多的是在想着晚上要吃什么,或者接下来要去哪个高端时尚活动。 当一架霍克战斗机划破天空,卡米拉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好奇,是对技术的敬畏,还是在脑中打量这件事能否成为她下次出席时的谈资,不管怎么说,这场飞行表演无疑是这次访问中的亮点。 卡米拉看起来像是对军事事物了如指掌,实际上,她的注意力恐怕早已飞到了几千英尺之外的某个晚宴或慈善活动,而这不过是她本周的第四次露面,如此频繁的曝光背后, 使她渴望证明自己依然是王室的中心力量,她回到了皇家职责,访问医院,揭幕新总部,接见舞蹈演员,简直像是一次接力赛,每个活动都精心布置, 确保她的形象维持在公众视野中,不被淡忘,在这些活动中,她的皇家蓝连衣裙似乎成了她与是隔绝的铠甲,帮她对抗那些微尿的负面评论与质疑,她的这场工作回归秀无疑是为了巩固她在王室中的地位, 特别是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期,周二她出席了巴斯的医院活动,与癌症患者交谈,好像她真的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,随即, 她又跑到威尔特郡揭幕新工厂,继续扮演那位关心国际民生的王后,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,确保她的形象始终保持高尚与无私, 仿佛她不是那个曾经让戴安娜黯然失色的女人,当天,她还参加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活动,这一次,她选择了更为时尚的路线, 身着设计师定制的蓝色针丝衬衫式连衣裙,搭配芭蕾舞演员胸针,显得华丽而优雅, 她观看了胡桃夹子和吉塞尔的排练,与舞蹈演员交谈,仿佛她与艺术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, 至此,不得不怀疑,卡米拉的每次出场,究竟是为了公众服务,还是为了她自己,她的频繁露面, 华丽装扮是否只是为了掩盖她在公众心目中的阴影,当人们为她的皇家兰欢呼时, 是否有人意识到,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巧妙的伪装? 卡米拉的真正关切是什么?是军人的福利,还是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位称职的王后? 当天晚上,一场名为汤姆·帕克·鲍尔斯新书发布会的活动成了社交圈的热门话题, 原因竟然是卡米拉王后和她那位著名的前夫,前陆军准将安德鲁·帕克·鲍尔斯在众目睽睽下重逢。 77岁的卡米拉,身着一袭单色波尔卡圆点长裙,笑容满面地与她84岁的前夫站在一起, 仿佛这对旧日夫妻从未真正分开过,你几乎看不出, 这位如今以坐拥英国王室第二把交椅的王后,曾是查尔斯国王的长期秘密情人, 而安德鲁,则作为那个被戴了绿帽子的前夫,依然站在她身旁,毫无芥蒂地展示和谐的画面。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皇室风范吗? 一切似乎只是就是重提,就情作兽罢了。 当然,这场所谓的团圆并非完全无趣,毕竟,他们的儿子汤姆·帕克·鲍尔斯的新书《烹饪与王冠》, 从维多利亚女王到查理三世国王的皇家食谱即将问世, 这本书声称会揭秘一系列皇家膳食的背后故事, 从卡米拉·钟爱的州到乔治武士的咖喱,再到伊丽莎白公主的甜点, 书名看起来相当高大上,可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再一次给皇家光环打广告, 也许,这只是一个打着烹饪旗号的营销噱头。 发布会上,卡米拉的家人悉数亮相, 她那位46岁的女儿劳拉·洛佩斯看起来颇为低调, 而75岁的亲妹妹安娜贝尔·艾略特也在场, 似乎家族的出席已成为标配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,安德鲁的侄女路易莎也加入了这场盛会, 俨然成为家族和谐的一部分, 这种家庭聚会的温馨感几乎让人忘记了。 他们的关系早已在不忠和分裂中千疮百孔, 对于这对前夫妇来说, 似乎真正让他们走到一起的, 是利益的绑定,而非感情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安德鲁·帕克·鲍尔斯不仅出现在老儿子的书发布会上, 他还曾荣幸地参加了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, 更有甚者,2005年, 查尔斯与卡米拉在温莎圣乔治教堂举行的婚礼祝福仪式上, 安德鲁也被邀请为嘉宾, 这场婚礼似乎是两人关系复杂性的象征, 外界纷纷猜测, 安德鲁的出现是友情的延续, 还是他在这个皇家剧场中扮演的一个无奈角色, 或许这场公开的合作, 只是为了继续维持外界眼中的高尚友谊罢了, 但别忘了, 在这段看似友好的关系背后, 二人曾经历了长达20年的婚姻, 而这段婚姻在一系列的不忠行为中摇摇欲坠, 据说, 卡米拉在与安德鲁结婚期间便是查尔斯王子的情人, 这段禁忌之恋成了当时的皇室丑闻, 而安德鲁呢, 他也并非什么清白之身, 他的不忠行为在圈内人尽皆知, 可笑的是, 尽管如此, 他们的婚姻却依然坚持了20年, 直到1995年, 双方才正式宣布离婚, 声明中提到爱随着时间的推移, 我们各自追求着不同的兴趣, 这话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场滑稽戏的结尾, 仿佛那些背叛和欺骗不过是追求个人兴趣的小插曲,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 哈里王子这位曾经的外人迷, 如今成了痛苦的象征, 他的心伤口, 不仅属于自己, 也刺痛了整个皇室家庭和公众, 一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, 如今沉迷于自我制造的悲剧, 像个无法停止的受害者, 不断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和焦虑, 自从哈里和梅根离开皇室, 他就成了这场痛苦大戏的主角, 他的指责如子淡般设向家人, 连他深爱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也未能幸免, 皇室评论家莎拉维恩透露, 哈里不仅让女王的晚年充满困扰, 甚至可能在他的生命尽头, 亲手制造了他的最后一丝痛苦, 哈里知道如何让别人受伤, 维恩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他的内心, 通过持续攻击皇室, 他似乎在宣泄积压多年的怨恨, 从轰动一时的欧普拉采访到他未回忆录造势的表演, 哈里不断指责皇室和媒体的不公, 更为讽刺的是, 哈里的目标不仅限于那些他认为伤害过他的人, 甚至连奉献医生的祖母也无法倖免, 据维恩透露, 哈里让他满年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, 这让人怀疑女王的健康是否受到了无休止家庭争斗的影响。 哈里对皇室的指责仿佛无休无止, 他控诉种族主义, 媒体骚扰, 不公待遇, 这些理由成了他持续攻击的正当借口, 但他从未思考过自己的言辞和行为对家人造成的伤害, 这场无休止的怨恨也深深刺痛了他的哥哥威廉, 曾经的亲密兄弟, 如今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, 威廉承担起未来国王的责任, 而哈里则远离家庭, 仿佛选择了对母亲戴安娜的忠诚, 兄弟情义的破裂以显而易见, 曾经并肩作战的两人, 如今被怨恨和责任分隔开, 随着威廉更加坚定地迈向王位, 哈里则越发远离家庭, 深陷自我放逐, 远离皇室和曾经的自我, 这种戏剧化的分裂如同一场现代悲剧, 哈里的疗愈之路看似是追寻自我解放, 实际上却加深了他的伤口, 每一次公开声明都在揭开旧伤, 仿佛无论走得多远, 他都逃不掉痛苦的过去, 最讽刺的是, 他一再逃离的皇室, 反而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, 每一次发生都绕不开他曾经发誓要远离的家庭, 这场攻击最终可能让哈里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, 家人的支持与信任, 连深爱的祖母也无法承受他的无休止批评, 梅根似乎是唯一的同盟, 陪伴他继续远离责任和家庭,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,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,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